之前中共公佈臺獨頑固分子名單 一共十人 蘇貞昌名列第一 就連副總統蕭美琴也在榜上 而國安會副秘書長林非凡 也再度入列 消息一出 惡意攻擊也跟著來 林非凡昨晚在個人社群媒體發文 指出近期網路 謠傳他涉嫌性交易 遭警方逮捕後保釋 另一個則是指稱他的薪資 比部長還要高等不實言論 林非凡表示 不論是境內境外的假消息 個人絕不姑息 八號晚間已向警方報案 並強調這類假訊息攻擊 已經不是第一次 發文一出也讓同樣列入名單的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留言 他則是收到全家死亡威脅 還苦笑說 恭喜你我吧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指出 中國很多內容農場 網軍製造假新聞 不是今天才開始 林非凡也表示 這類假消息散播速度之快 陳情需要花費許多力氣 一連串空戰 林非凡不忍了 報警不姑息 三日新聞綜合報導